Hello 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怎么解决Channel Tunnel Offer 开启自启动的问题 你看现在是 开机启动是 勾散的 我们现在回来去认一下 是勾散的 那我们重启 之前我自己 因为我没有 勾散这个选项 所以我没有释出来 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 那有个朋友 反映了以后我才发现 的确是开机 自启动并不能生效 还有 同时他也跟我 反映广告 开机广告 的确是没有了 可是桌面进入桌面之前 有一个准备桌面的广告 就是这个 这个广告是 它写的正在桌面 所以它其实是桌面程序 自带的一个广告 我们不能进入这个桌面程序 除非我们不想用 还有就是这个 进了桌面以后 还有一个广告 这个也很讨厌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用了这个桌面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用了这个桌面 所以我们不得不解释这个 需要把它放在右盘里面安装 那这边我打开移动储存设备 然后到root文件夹 今天这个软件叫做 Link to SD 这是一个 从它名字来讲 其实是用来把 软件从你的盒子 或者手机本身的 类储存移到SD卡的一个程序 那这边 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把 普通的用户程序 转成系统程序 好这边要求我们 要有超级用户权限 所以我们给它权限 那可以看到它最近更新的版本 那今天这个版本 我从网上下载是 4.0.13 你们自己在网上随便找一下就好了 很容易找到 那我们进来以后 我们要找到 这个是 你可以购买它 但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功能 是完全不需要购买的 所以 我们直接用这个免费的版本 就可以正常的工作 我们不需要购买 现在我们找到我们要的 China Tunnel 这个新桌面 我下个视频里面会讲 这个新桌面我下个视频里面会讲 可以进去 然后 到右上角 那个省个点点点 这个用遥控器是可以操作的 只不过是 你比较 它没有高亮 它会赏一下 你可以知道你现在在哪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把 那个 把那个指针移到顶上 可以看到那个高亮 下来了 那我们先转换成系统应用 点一下 然后 它会有个警告 它是说 如果不能正常工作 你就冲起 哎呦 失败了 没关系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 这个方法 我觉得它其实是成功了 只不过是 它要把它移除的时候 失败了 因为 它 它其实是把这个系统应用 拷贝的到了 系统文件夹 然后 要删除原来的 那个 原来的那个 原来的文件 但是 删除 失败了 那拷贝应该是 已经成功了 没关系 我们这边 还有另外一个应用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那 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来 验证一下 这之前先试一下另外一个程序 我看一下这个沙发庭桌面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也是这样 失败 也是这样 也是失败 也是失败 好 没事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还 这有另外一个软件 它叫 这个 me explorer 按转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跟那个 root explorer 就是 IE 浏览器 或者是 其他另外一个叫 A11 浏览器 文件管理器 这样子 这些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文件管理器 好 我们进来了 那我们要去到root的文件夹 所以我们这边 点左上角那个面包图标 汉堡图标 然后点这个root 好 它会申请这个超级用户全线 所以给它 然后找到我们要移动的那个文件 它在mount 然后在那个asect 里面 这边往下方 好 就在这页 其实link-sd做的也是这件事情 这是自动化了 那这边我们就是手动的来 可以把这个文件 移到 那个 系统文件夹 所以我们这边 长按 那个 确定键 它就会弹出这个 菜单 然后也往上走 选择那个 cut 或者copy 都可以 我这边选择cut 因为我要把它移过去 好 我们现在cut 完皮 然后 找到系统文件夹 它就也在root里面 所以 要回到root 好 回到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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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找到那个system文件夹 好 这个是data文件夹 我先介绍到这个data文件 在dataapp里面 这就是 非系统应用 也就是用户级别的应用 大多数用户级别的应用 都会在这个文件夹 嗯 嗯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 channel tunnel 并不在这个文件夹 而是在这个mountain里面 这没关系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它在哪里就好 那 其他的大多数应用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系统文件 也是一个道理的 从dataapp这个文件夹 移到systemapp的文件夹 就可以把它变成系统应用了 那我们现在是要把channel tunnel 然后移到系统文件夹 所以 我们 要移过去一下 好 我们找到系统文件夹 然后找到app 好 这就是我们 要移的地方 所以在 顶上有那个 第一个图标就是paste的icon 然后它这边发现file exist 就是 其实 这个文件已经存在了 这说明 我们之前 用那个link-sd的 拷贝的操作 其实是 成功的 之前 它已经成功的 把这个文件拷贝过来 但是 没有人把原文件删除 所以它有一个错误 但实际上 已经成功了 所以 我们进来 这边 粘贴就失败了 因为 已经存在 所以我们也不要做什么 我们就 验证了一下 之前link-sd link-to-sd 已经是 成功了 那好 那我们现在 就 按 重启就可以了 那 先看看 OK 重启吧 进来了 你看 它 刚才说明刚才那个沙发还在 沙发清桌面的设置也成功了 所以它这边 会问我们需要 选用哪个 屏幕应用 那 我们就选择 那个沙发清桌面 然后下面 选择 始终 那以后它就会用 沙发清桌面 进入 系统 那 这个我会下个视频里面去介绍具体怎么操作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 你看 它已经弹出来 Channel Tunnel 已经启动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 它已经是 启动的状态 所以 是 非常成功的 然后 之前 今天介绍了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用link-to-sd 另外一个是用那个 me Explorer 那实际上 link-to-sd 就 已经工作了 那个me Explorer 其实是 用不到的 那如果你用link-to-sd 失败了 不能成功的话 那你可以再尝试一下 用那个me Explorer 去操作 当然 你用其他的 root Explorer 或者 类似的 可以访问root文件夹的 其他的 文件管理器 都是可以的 道理 都是相通的 那 就是 关于 那个 去桌面广告的 视频 那我会在下一期里面 向大家介绍 在这边最后 我是 因为刚才 在试 link-to-sd 的时候 把 沙发桌面 沙发清桌面 也加入系统应用 所以他最后 启动的时候 重启的时候 也进入了 沙发清桌面 那你们如果没有 是没有影响的 进入正常的 小米桌面 你的那个China Tunnel 也会正常的 能够自启动 跟那个 清桌面是没有关系的 好 今天的介绍 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多多点赞 还有 Subscribe 谢谢 谢谢 谢谢